我们明明有花园在身 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模样 恶都要饿死了 那你去回家 盖红不盖白布啊 就是啊 老爷一脸相忠是他的福分 人家也轻慕老爷 如此天作之和 岂轮得到你来反对 你定是相忠了他的荣华富贵 才叫你我誓言算不得输的是吗 你告诉我 那我也将荣华给你 我是真心爱他的 你放手 荣华富贵 老爷有的指着荣华富贵吗 呵呵呵 你怎么不把天下给他呢 天下是我的 你没事吧 何至于闹成这样 他去老爷府中做下人 一来而去 竟被老爷相中了 便抛弃了我 那你呢 他也说过要我去做马夫 能管吃喝 可那是做下人 我等战争结束了 定能做个大事业出来 怎么用得着做下人 管他老婶子的屁事 分明是强强迷你的事 怎么能算是屁事呢 你都不管 如果这世间有配得上我的女子 我也要抢过来 跑便打 不从便用铁链拴住 被你打一下便死了 锁都不用锁了 即便到了明府 我自有罚的将人救回来 永生永世跟着我 若敢背叛 我得不到的便要毁了 你毁吧你毁吧 反正我死了也都不知道了 你就算是帮我教训他们一下 出口恶气 我让你多吸两口 我多睡半日便是 成交 二位有事可以在此处稍等 容我禀告一下 还要禀报 要不要提前半月给你下书 告诉你我们要来砸场子 你们好装备着 好啊 竟然是要来砸场子的 来人呢 你们是何人 你来得正好 我去找老爷 你又是何人 你可知道 我们老爷是何人 他可是 那你可知道 我是何人 哼 只要不伤性命 你们要什么随意拿走 可惜已经死掉一个了呢 还请二位手下留情 你还真当我们来打架结舍了 你为父不仁 强强名女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不是真心想要嫁给他 贤益死期 剑财忘义 想过的好像有什么错吗 我在这儿 老爷晚上会给我吃鱼 可是他呢 却只会说给我打个天下 老爷能给我鱼吃 他能给我天下吗 不能 天下是我的 是他估你们过来的吧 既然有钱 为何不给我买几细粮 你 二位怕是今天不想饶我了 好 家庆名女是我 为父不仁是我 你们只管替天行道 但别伤了他 钱 你们要拿便拿 大海请 一定要留些 为生的钱给他 老爷 你这贱货 还不是跟着男人不见不出 现在人死了 你跟我回家 不许可 借货 借货 多谢二位仗义相助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啊 江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是妖怪 不错了 凡人之物怎配入我复仇 何况是你吃过的 这叫什么 苹果呀 你自己编出来的苹果 为什么要我备 而且你竟然会编 为什么一次编出来这么多 见你喜欢吃 就多弄了些 你当真被封印了一万年 你饿了总要吃 是啊 你吸我精气便好了 等我那天长皱纹了生白发了 心情差了 定喝了披霜让你吸 我不会死 你最好也别死 现在不起 可没人再拉你 现在不起 你这是怎么了 我扭到脚了 请问附近的客栈在哪啊 你这地上什么呀 苹果呀 我 看到没有 找人帮我去了 你人总比妖魔好 你 这是什么 你��로要找到了 什么 你不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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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先去死 你是 记不清 哦 西姿 我给了你一万年的时间 你竟然选择躲在苹果里 也不怪我难想记忆了 你怎么不撤我吃苹果的时候出来 你已经被封印了一万年 而我 又吸尽了这些女人的精气 你还怎么做我的对手 精气 谁没有 现在 宫廷 小娘她们都死了 那 要不把我放最后一个吧 反正我们有十二个 怎么不 好痴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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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你的天上去 你嫌弃我 确实想着那个女人 她只不过是长着一张相同的脸 你别忘了 你是带什么兵在书上问 她不顾世界的名气 长了怎样的脸 也改变不了 这张脸又出现了 你还是个活泼盘古人 你还是要倒露盘古人 你还是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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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这张让人生厌的 你这个妖魔下连无耻 一万年 你该场上被囚禁了一万万人怒怪 大叔有些痴的吗 没有没有 谢谢大叔 屋里这么多药材 没想到大叔竟然是位大夫 哎 小子多病 自己弄些药材来与他吃 久而久之 手也熟了 就为村人配几幅方子 哎 我们这儿穷山恶水 也实在没有良衣 只能啊 作合一天 试一天 大叔 我这有点钱 你先收下 哎不要不要 这个我不能收 灵狼 为了不一起吃 小子体弱 怕生 待会我单独与他送去 哎 这位是 哎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走进来 你这小老儿竟如此下子 就这点计量 不至于吧 你这村子里的人 一个个面如菜色 无人性命 想来是你的大夫下的毒 又不至死呢 可没想毒死啊 迪布斯 你这外来人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你再过来 我就动手了 下等邪寺 这是 他早便该死了 他早便该死了 这位法师 县家 下了二十年苦心 万味药菜 放去了小儿一命 他虽貌似妖碎 性如凶兽 但他 还是我儿 你儿子 你儿子十年前便死了 水源投毒 非我所愿 他们带了毒 我儿便会绕开 不伤他们 况且我也将他锁在家中 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的 你所换养的 只不过是头尸生兽而已 到时你自己喂光了 他便 会吃光了整个村子 可是他还活着 凶兽 怎么当人 你是 我是谁不重要 我刀要问你 我刀要问你 你以为跟着长生 正在做些什么 斬妖虫魔 保护那些人 好一个斬妖虫魔 保护那些人 你可还记得 你朝夕相伴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队 长生有他自己的父 儿子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跟着他罢了 我追随长生一万年 他都没有让我跟着他 你以为为何你可以 我让他带着我 是因为我怕死 你喜欢他 我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妖魔 大师 我错了 求你救救他 我愿用我的命 换他 你一人的命又知己 不要伤他 他是我的官儿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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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些记忆 还是永远遗忘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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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二位真不巧 刻满了 你看天就要黑了 这该如何是 镇上有座大院 早无人居住 二位可在那将就一晚 那 别乱说话 二位 甚是不巧 还是 紧领找他处 去哪儿啊 将军府 又不是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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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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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没有哭 为什么不容易跟小儿说这里了 因为这里有鬼 死了更好看 你是 你既已死也不为难你 你将金破交予我 金破 我早已将金破交了出去 给了谁 给的那个人呢 我在等的那个人呢 一直等 一直没有回来的那个人 他叫 消失 你真美 宝派 你去成了 我的钱都花过呢 你跟我父亲国 做个精灵风 去 我就可以天天债 他说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只想在会场仗了 打完了 就安宁了 我的金破 带着他 保护你性命无忧 你不比我锦国百姓重要 但一定比我性命重要 给我一个机会 守护心爱的女子 我等你回来 一天 十天 十年 百年 我都等 他说他要带我回锦国 他说他要救很多人 可是他 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本是妖魔 却化作厉鬼 我杀他百姓 他也没有回来 他没有回来 我只是 可是我灵力已尽 我怕我守不住 对他的承诺 我去拿回金破 你别伤他 你一人 不配我动手 多谢了 请问那个将军在哪儿 王上哪儿问起啊 二位 二位 小哥 打扰了 请问您知道 锦国左将军肖氏吗 肖氏 不知道 明天管 要问锦国的话 七十年前就被灭了 七十年 七十年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呀 一个泥人 带着妖兽的金破死了 总得找出来 金破 都七十年了 上哪儿找 尘埃 岂能遮掩住神明 神明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啊 范武国进城 死 金破 早灭亡了 好 多少年了 七十年了 七十年了 你后悔了吗 我肖氏此生 从不后悔 只是 有些遗憾 我肖氏 将军 是 看看呗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捡的 哎 那里看一下 哟 我们老爷的东西 你也敢偷啊 还想抢 人赃俱货 给我打 东西还给你就是了 怎么还打人呢 就是了 你是谁 你是同伙吗 救命 救命 长生 你知道天生的星星有多少个呢 十万两千六百个 那你知道 你的头发有多少根吗 十万两千六百根 那你知道 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吗 他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大神 他有一位友人 身体创造了世界 左影变成了太阳 右影变成了月亮 而头发 变成了星星 这是真的 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大神跟老公说的 你不会就是被那个大神封印了吧 一个臭妖魔 我从来的臭妖魔 这个臭妖魔 我从来的一批妖魔 别提醒了 你会冲粉 你会冲速冲均 我这有点来看 我你会冲ен吧 一批妖魔 我一批妖魔 我还要挣多少钱 才能去星星上 阿娘说 她去星星上 已经五年了 我一定要去星星上看她 不知道 她还记不记得我 还有 今天那个大哥好厉害 要是 我也有他这么厉害 就不怕受欺负了 他没有腰兽的气息 也不是泥人 你个小子 别死 你在下界多少年了 一万年 你都忘记了 做神的感觉 你无法动弹 是因为你那沾染的 尘埃的躯体 他在害怕 一万年了 你还是改不掉 你倒是记得清楚 你告诉过他吗 你一直护着他 其实是想要他的命吗 那我这个做哥哥的 去提醒提醒他 卓龙是你找来的吗 非是我 然而贴心有偿 你背逆天道 已经付出过代价了 人不死心 我为天地 只是满足子民 小小的愿望而已 丑生 丑生 你没有梦吗 你跟长盛一路走了那么久 不像是梦 一个强大英俊超脱运尼人的长盛 就在你身边 为你而战 不像是梦吗 可惜啊 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是美梦 还是噩梦 原梦的 不是他 我是他的兄长 是天帝 他不是什么妖魔 他杀的那些也不是 他是东皇太医 你不记得了吗 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我该记得些什么 但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欺骗我 你回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 我要做你个礼物 一个足以符慧一万年心 你的心机用了一万年还用不尽吗 一万年了 你看见他还是那么容易扔起来 但从不是对我 传生 是我找到的 你知道他是神吗 我不认识他 哦 那我就讲给你认识认识 他原来是东皇太医 自己放弃了作为神的身份 成了成神 一个带着倪人的酸臭味的成神 他的所有经历 陷入在倪人的感情里 但可笑的是 倪人 是我捏出来 你还不如自己造出来的字 可笑的是谁 所以我才送你份领 满足你万年以来的心愿 让世界重回混云 让你的身边 只有我 你就这么在乎他 只是因为他长了同一张脸吗 他就是他 从未有他人 那么大一张脸 都我 禁止 都不跑了 难免 都不跑了 都不跑了 不跑了 伤快 都不跑了 但他想要 就能说 都不跑了 都不跑了 就要 他 有 你的目的 仍不知他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 就是把英龙转世的你 结合十二组部的灵魂 让盘古复活 上世间回到只有我们的世界 你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而我 为了他 连主武神都不做了 过了千万年 在天界就一直看着你 直到你夏季转生成泥人 一万年前 封印我的脑子 这个世界便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然后你又出现 没有了记忆 富国宽布的便会消失 我做不到 也不想去做 我想通了 这个世界 我只有一分力 你能 便是什么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三个 那该多无趣 多无趣 原来你就是那个一万年前的大神 来不及了 天地开始愈合了 除非你能像盘古大神那样 撑开天地 天地而已 看你敢押我东黄 不 天地 岂敢骑我长生 别想了 你会死呢 长生 你能不能救救他 盘古的神 一瞬间全心泄到了他的身上 哪有办法 不可能 不可能 产生天下无敌 那九哥 他不在天下无敌 那我也要他回来 十二嘴员的力量 太低了 都在你身上 有个办法 你可用灵师去他的魂 我全是 好歹也是个终于神 我可以为他塑造一个迷人的神 不可能 你这有什么不可 好 只你的血来过 你死了 不然 强势为你的多百分 你是偷尽 你应该是哪一样 你不可能 你去哪个人 你不可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界不知情况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境况如何 你就当我醒醒我的子民 让我下去看看吧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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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堕落 变成我 天地 再难容你了 我 亦不容这天地 她们都死了 是神法 是你这个神降下的惩罚 我没有 我和我还活着呢 你是应龙转世 死不了 我不管你 我主要给至今报仇 可是我心里是恩 封死了我 自传你的心脏我也 你还没有告诉我 这种感觉叫什么 爱 可是我太痛了 也承受不了这种痛苦 那她穿过我 你便不那么痛了 你便不那么痛了 她们说 人会转世人回 你一定要再遇见我 遇见我 遇见没有血海深处的吗 嗯 你从没说过你的名字 长生 就算万年 也要等到你的长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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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